但是把它政治化,身份證上面沒有國旗,好像就是不認同這個國家 這是非常奇怪 那下一個就是關於你另外一個專長,關於這個個聯資料跟隱私權這一塊 我覺得這個在台灣下一階段也是蠻需要 不過這裡面很有趣,過去換發身份證的時候,案子文是被判為違憲 可是現在很多護證機關竟然用人臉辨識系統 請問被提名,這符合比例原則嗎? 如果指紋是違憲,那人臉辨識系統 其實之前也有其他委員問到這個問題 我們的護證機關可以單方面的來取得這個資訊嗎? 護證機關你去辦事的時候,他就要求你收集他的人 就是說一般老百姓的人臉 那其實也不只是這個,還包括路邊很多監視器 他們也都可以… 前面有看到學校 對,學校 這個變得好像沒有規範 只要我有機器,你需要透過我的過程,我就可以取得你這些資訊 這樣子可以嗎?這樣沒有違憲的問題嗎? 如果案子文都違憲,那收集這些資訊並不違憲 我是認為說,從過去大法官對於案子文案的解釋來看的話 那人臉的辨識其實是更重要的個資 那因此在這一方面,如果他沒有真的被收集人的同意 然後呢就去進行人臉的收集,人臉的辨識 我個人認為說這個並不妥當 對,我想如果子文是違憲,這個更應該是一個違憲層次的事情 你必須說明,告知,尋求他的同意 甚至需不需要收集這個資訊,我覺得都需要討論 下一個關於工作權 目前有個爭議就是關於Uber 因為你有談到你對新創這一塊也有專長也有研究 現在情況是交通部限縮Uber的這個時間 他認為他只要是在某個時間以下,他就不符合這規範 因為那是屬於計程車的,Uber的這個所謂租賃車應該是一個某個時間以上 這有沒有違反到侵害到人民的工作權 這部分呢,因為Uber 它是一個新創的經營型態 這個經營型態有別於我們過去的傳統的計程車業 那計程車過去,譬如說它按照里程收費啊,所以就非常的固定 那現在Uber 它的這個做法呢,就是說它事先就讓你知道說 它的倍率是浮動的嘛,對不對 是浮動的 對,這個我們了解 我想請問被提名人是說 如果從工作權,憲法保障工作權的角度 交通部這樣的限縮跟劃分 有沒有影響到Uber駕駛的工作權 我是認為是有的 是有的嘛,對不對 我也希望說如果在未來 因為這些Uber的時機受到很大的衝擊 如果到憲法層次這邊 我也希望被提名人很清楚的講清楚 這個是有沒有跟工作權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你也有提到兩公約 緊銷沒辦法組公會 請問被提名人 從兩公約的角度,緊銷是不是應該有權利組公會 我們教師都可以組公會啦 理論上應該是有這個可能性啊 理論上啦 可是我們現在幾個地方都在做一些違反 不只理論,違憲的事情 就像你前面講的 其實那有傷害到工作權的問題啊 這個跟什麼 結社權有關係啊 它其實緊銷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以後的大法官 其實會遇到非常多這樣的挑戰 不只是新創人民基本的權益 那一個個案 我們有個警察 男警 因為頭髮是留長的 所以 被剝留掉他的工作權 作為一個警察的 那請問 這個核縣嗎? 這有沒有傷害到他的工作權? 這有沒有性別歧視? 是的,這個案子已經提出申請了 那未來 所以你去喔 如果去的話可能會遇到 所以真的不方便 那從抽象的角度來看 男警如果留長髮 他這樣就不能當警察嗎? 就因為他是男生嗎? 或是因為他留長頭髮 我們委員也有留長頭髮的 是的 那我覺得 這個 髮型的自由 其實也是 人身的自由的一部分 可是作為警察 他這個自由要不要被限制 立法委員不被限制 那警察 就需要限制嗎? 如果說 如果說 警察他所從事的工作 如果說長頭髮 會妨礙 譬如說會讓他的執勤造成危險 那或許就有正當理由 但是如果 因為警察的類似也很多 所以他要證明的 不是因為他是男警長頭髮嗎? 他要證明的是 這跟他執勤勤務會有相關嗎? 是的 是不是? 另外關於同婚的事情 其實在這次修法過程裡面 有一個比較可惜的 跟跨國這一塊 如果 同樣都是中華民國國旗 同婚的達成是沒有問題的 那跨國為什麼要被限制? 我不曉得內政部 他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他的理由到底在哪裡 當然他可能會認為說 那這個我們同婚 那就只限於我們的國民 有可以這樣子的同婚的權利 但是 我是認為說 人的這個基本的權利 應該是一個普世的價值 不應該因為 現在那26國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對我們的規範是這樣子 跨國之間 應該不是只有這個 所謂全國僅26國 那其他國家 那會產生差別待遇 對 像你講的非常清楚 謝謝 那接下來是關於王光陸案 我想這也是你進去以後會遇到的 當時是希望大法官開庭辯論 其實也送去了 可是很久一直沒有處理 那你對這案子有研究 你的看法如何? 如果沒記錯 這先知道原住民的問題吧 是不是? 對 那你的報告裡面 有提到原住民的權益 是的 那這一部分 當然也是 因為他已經申請了 所以說 就個案 我不適當表達意見 但是我是覺得說 從原住民權益的角度來看 從原住民族的保護的角度來看 其實 我們經常用我們 漢人的角度 一般人的角度來看原住民族 那這個 經常是忽略了 他們有他們的特有的生活習慣 他們的習俗 其實這些都必須要予以尊重 這也是他們的生存權的一部分 好 我希望貝爾提名人能堅持這個立場 因為這個案子很快 搞不好會到你們桌上去 那下一個是關於 你這邊也提到 裁判憲法審查這一塊 你是支持 而且其實目前在進行 可是只是比較可惜的 目前常常都是用不受理來處理 或視線失敗 這樣能達到我們當時修法的效果 跟想法嗎 用不同意見書來處理 我是覺得 因為如果這個視線 這個是不受理的話 那不同意見書其實也沒有真正的法律上去處理 甚至到憲政層次的機會 那現在另外一個議題其實是跟這個相關的 就是說 整個目前的規範 大法官的這些相關文件 其實好像都沒辦法被公開 就是說你們討論過程 你們的一些相關文書 按照這個司法院大法官 審理案件這個施行細則裡面講 均應嚴守秘密 有這個必要嗎 可能要看是哪一部分 那未來如果是憲法訴訟的話 那這個特別是說 透過這些延遲辯論 那這些整個過程 應該是要能夠公開透明的 對因為 你如果在未來 如果有更多這個裁判憲法審查 他不只是抽象的討論而已 可能會到個案去 更多的討論公開 其實我覺得 不只是提升大法官審案的這個公開透明 也對台灣的這個憲法教育 法律教育有幫助 可是我們現行的規範是不行 甚至連這個檔案 以這個中央主管機關都沒有做到 未來是不是應該更公開透明 是不是可以有個態度這樣 是的 我是覺得說司法的公開透明 其實是有助於民眾對司法的信賴 因此在這個適當的範圍 應該讓他公開 我想這搞不好很多憲法教授 你以前在學校教書 搞不好更想知道這些的討論 是的 我想是也有限的最後一題 我們現在參與選舉 尤其在參政權這一塊 對選舉權這一塊 常常有這個保證金 有的高達到兩百萬 總統要到一千五百萬 變成有錢人才能參選市長或總統 這個沒有差別待遇嗎 有沒有違憲 這個可能是為了避免有太多的人 我知道這個理由我聽行政部門講太多了 是是 可是你的效果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你沒有一千五百萬 你沒有兩百萬 你就是不能去選市長 這樣沒有違憲嗎 我覺得這可能要 報告全院委員會 本日上午對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謝明陽 尋答部分到此為止 謝謝被提名人謝明陽先生列席答詢 下午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對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呂太郎之詢問 現在休息